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2年谈在美国身份延期和相关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COVID的疫情 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两年了 时间过得很快啊 当然也有很多相关的这些情况变化 比如现在呢,在美国啊 其他一些地方呢,这个疫情应该说 关于口罩啊,关于日常的聚集啊 关于这个餐厅啊,别的活动啊 是吧,很多都已经开放了啊 有这个情况的变化 另一方面在中国呢,有更多这个 严防死守啊,动态清零啊 这些问题,对吧 那这个具体到个人呢 这一个影响,比如说对于身在美国的人 现在要回到中国 还是很不容易,相对来说 一个是手续方面 你要做核酸检查啊 什么抗原检查啊,好几遍 对吧,而且呢,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 你要先赶到对应的 有直飞的航班的城市啊 转机很多时候不行 然后呢,有各方面的手续 另一个可能更这个困难的问题呢 是关于机票的价格 现在呢,因为从美国飞到中国的航班 数量有限,需求又多 价格呢,就比较贵 我们听说的例子呢,有的时候 要十万人民币左右 甚至更高啊,一张机票 那我们觉得首先相比之下 我们律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啊 这个律师费,服务费用呢 对吧,和这个相比呢 其实都是比较低的啊 大家也可以更多的看到啊 孰中孰清 但是呢,就事论事在这里讲到呢 这个高昂的机票价格 以及有的时候 比如说航班会取消等等 这些原因呢,情况都造成 申请人呢,或者在美国的个人 有的时候呢 他不能够按照原定预期的时间 返回中国 那么像这样呢,待在美国 他为了避免说身份过期 身份黑掉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要办理身份原期或者转换 常见的呢 比如说用B签证访问美国 那么他接下来呢 原来预定的居留期限要到期了 如果说还想要继续留在美国 那怎么办呢 有的人是来美国探亲 访友,看望家人 有的人呢 是比如说陪同孩子读书 还有一些人有其他的原因 那么一般呢 B签证入境美国可以待六个月 那么六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如果说到期了 不能离开美国 怎么办呢 你可以办理B签证的原期 要填写I539表 这个表可以在网上提交 也可以书面提交 区别在于如果是夫妻两个人 那么你网上提交呢 就得交两份钱 如果是书面提交呢 可以少交一些移民局的申请费用 除了表格呢 你还需要提供supporting材料 对吧 那么这方面呢 要有几个重点 比如说 那你要表明说 我将来还是要离开美国的 因为是非移民签证身份 对吧 那要有相应的支持材料 说明 还有呢 那比如说 我为什么要在美国延期 对吧 那这也要有一个理由 不是说这个不言自明的 你要自己来说明这个情况 还有呢 我在美国延期期间 我的这个支持的这个财力啊 是吧 怎样解决 我的生活啊 是由个人的存款啊 家人啊 还是什么其他办法来支持 这个也要有一个说明啊 还有呢 那我既然将来要离开美国 那我和雇国和在中国 有什么样的联系 有什么样的态 对吧 这方面也要有一个说明啊 所以呢 总体来说 申请呢 要有这方面的这个解释 还要有对应的 supporting的证据 那么这个是申请的内容 从形式方面呢 那你申请延期 比如说六个月 有的时候呢 延期提交了 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批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说一直等着 我有申请判定 反正我就等着好了 那不是这样 那你申请提交了 比如说过一年批准 但那可能只批六个月的时间 等到批准的时候 就已经过期了 那你这个批准就没有用了 怎么办呢 所以你申请提交 假如说原定 我到美国 身份有效到六月 后来我提交了延期到十二月 到十二月呢 不管说延期的申请批准了 还是没有批准 那你还可以再交一个新的延期申请 再延期六个月时间 可以这样啊 那么有很多人呢 已经延期了三次四次 我们也有帮助我们的客户啊 取得了像这样多次延期的批准 可以参见我们律所 比如说在美国攻略网站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相应的文章和有批准书这方面的说明 那么除了延期以外 有的人想要更长时间待在美国 那像这样你也可以办理身份转换 比如说转成像F2啊 H4啊 L2啊 F1啊 或者是其他的签证身份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就此前呢 大家知道提交I-539申请 提交到批准的时候要好久啊 有的时候短的可能半年 长的要一年 那这个时候 这个等到批准 他都已经失去意义了 对不对 当然你这个申请还是要提交的 对吧 这个因为你提交了以后呢 可以避免 所以因为身份过期 进入被递节出境 Remove more proceeding等等啊 还有呢 你身份在判定期间呢 不积累 unlawful presence啊 所以呢 申请提交还是必要 但是提交以后好久没批 毕竟让人心里很不高兴 总觉得有一个事情悬着 移民局在今年 2022年早些时候宣布 从今年开始 我们预计呢 从今年夏天就会开始 像I-539 很多这类申请呢 也可以用premium process 加速审议 只要给移民局多付费用 申请提交以后呢 有可能在45天内 就可以得到审议 这样呢 就可以大大缓解 不大的问题 另外呢 一个常见的问题 是有的人申请提交了 他就不管了啊 觉得每天啊 就应对疫情啊 别的事儿 等到后来呢 被拒了 他突然发现 哎呀 我错过了打指纹 或者说错过了 补充材料的机会 那怎么办呢 这个当然首先是尽量不要错过了 对吧 那有的时候 移民局可能不给你 去指质的通知 尤其是如果你在网上提交 你在网上提交省事 移民局也就在网 也就省事 他给你发网上通知 在网上移民局的系统里面 说给你更新了 叫你去打指纹 你也没有具体的邮件 也没有email 那么很多人呢 他不天天查这个系统 他就错过了 那像这样呢 错过了打指纹 移民局相应呢 就拒绝了这个申请 就很可惜 那怎么办呢 当然首先尽量避免 那么你经常查这个状态 如果通过律所来提交呢 律师也会收到这样的通知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那么另一方面呢 如果因为忘记打指纹等等原因 造成申请被拒 那么呢 也有可能可以提交Motion to reopen 来解决问题 取得批准 我们有一些其他客户是这样的 总体来说呢 大家知道因为疫情啊 因为交通管制啊 国际旅行的限制啊 这些方面的问题 好多人呢 要么滞留在美国 不好回到中国 要么滞留在中国 比如说绿卡身份要过期了 离开美国超过一年了 不好回到美国 有担心 那这是另一个问题 也可以联系我们得到解答 我们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还有的人 比如说希望到中国 看望家人 一时不能解决 这个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 那反正 当然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咨询建议 还有的人呢 比如说想到美国 但是办不下护照 或者说担心说我这是不是到底算不算必要的旅行啊 是不是这非必要就不让旅行了 我们前不久也有别的视频讲到这方面的情况 总体来说呢 我们认为啊 如果有可能呢 也可以考虑先送孩子留学 那留学这个渠道 还是相对来说畅通的 办护照不成问题 办签证也比较容易批准 所以呢 可以考虑这方面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的主题呢 还是讲到 如果因为疫情等等原因滞留在美国 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延期以及相关的问题 再补充一点 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在美国办延期 转换身份 这个不是自然而然的 对吧 你不能说这entitlement 我就要这样 那你需要批准我 那你要有个理由 对不对 那你有的人呢 就generally set 疫情理由 我为什么在美国多待了好多年啊 为什么在中国多待了好多年啊 因为疫情啊 几个字啊 这个太简单 太笼统 不够有说服力 人人都可以这样用 对不对 那你得把自己摘出来 得有一个单独的 更有说服力的 更有效果的一个说明啊 所以这方面呢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相应来准备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的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2022年 谈在滞留美国 怎样解决延期身份转换 以及相关的问题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